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攝影背景打燈 以及不同效果的分享就來了 那就不要說太多了,馬上去吧 現在相機用最便宜的51.8 配合A7做全鏡的散景 現在設定會有燈光 閃閃 分別有四支燈,不同設定的設定 你會看到,我站起來的時候 對焦的時候就會看到 後面會有一點點滑,這些就滑了 這些就是這樣的畫面 在這部攝影的時候,畫面其實很不可以 在大攝影的時候,畫面就是這樣 那女生就會切斷不同的 好,我們翻完之後 就已經轉到另一個設定了 正白色的時候有一點點怪的話 我們在這邊改一盞燈是黃色 它就會有一個左邊黃,右邊白的畫面 它很近背景的時候,畫面就很實 很不漂亮,它移前兩步之後 後面散了的時候,就變了很多冰冰的樣子 畫面就會漂亮很多了 這個就是之前做的DIY花花 現在嘗試一下可不可以用得到它 究竟它是否可以用得到的呢 所以我用一些差的攝影來做Making Off 是會比較好的 如果不是Making Off 就是大機就會設定正確的燈和正確的設定 所以你看到為何Making Off的東西這麼怪 但Making Off的MV為什麼會這麼漂亮呢 就是這個原因 後面的畫面很清晰 如果慢慢向前走,把散景再拉闊 你會看到後面散得很漂亮 再加一個旋轉手法 慢動作,整個畫面就已經不同了 NICE NICE 現在這個就是星星的燈 我未開燈的時候,它是不漂亮的 我開了燈的時候也不會很漂亮 就是這樣的效果 那後面的畫面放進來做什麼呢 就是擋住,不要透光 因為這裡的環境很暗 所以這裡做了一個全黑的畫面 而這些燈就可以做一個超級的散景了 這個好漂亮 這個顏色是最漂亮 OFO,拍多一張 OFO 有人拍照OFO 就會看到這個很開心的女生在做什麼呢 如果她走後一點的時候沒有那麼散 效果又會是怎樣呢 就會好像一條條絲 你會看到那些東西就沒有那麼漂亮 當她走前了的時候 那些玻璃就很散了 感覺就會很漂亮 所有的東西都很漂亮 第1456個設定就是這個 就是拍一些照片 再加上這個女生 再加一些燈 就有一個凝聚的效果 好,現在這個影片來了 就有這個普通的散景 我們現在用這個設定去做這個效果 你看看她放在旁邊的時候 旁邊的波波仍然都很散 你會看到有些層次去做這個東西 再加上一個前景的位置 就是這裡 加上前景的燈燈 就有這個不同的效果 然後那些波波就在前面 用天線勾著 那些波波就在前面 做一個超級的散景 看到一個女生在這裡 那些波波就有另一個造型的畫面 這個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正面拍照 只是普通散景 那些燈燈就有些少許不同 剛才的旁邊拍照 效果會比較出一點 還有層次一點 最後我這個設定就是這個竹 本身它是一個牛肉竹 拍出來就沒有牛肉的味道 拍它是拍到後面滲光出來的 會用一支叫做7200 我會用這些Zoom的 很舊的Canon鏡 還有一個A73的 網紅必備的弦圈燈 這個圈圈燈是非常有用的 對於很多網紅來說 開Live 直播的時候 這就是這個影片的設定 你會看到眼圈的圈圈 很漂亮 背景比較暗 如果在後面開了燈的效果 又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 凝聚了外面 在街外面滲了光出來的感覺 剛剛跟大家分享了 有很多不同的背景 剛才有五千多個 有些特別的 你在網上見過的 給我連結 或者IG direct 我看看有沒有一些 可以做出來 現成的地方可以做到這個設定 今次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一次的器材分享 今天就和大家見 好啦 拜拜